好,各位旗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线上象棋课程的时间 那今天呢,轮到我们讲四勤雅去的连江沙的杀局 那之前呢,我们讲到这个三部杀 有关于四勤雅去的三部连江沙呢,基本上已经介绍完了 那现在进入的呢,是我所编排,就是四部连江沙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一局 好,那这一局呢,叫做侧马路程 是四勤雅去的,这本古谱的第三百三十三局 第三百三十三局 那他算是四部连江沙里面,比较简单的 好,那我们首先看呢 红帮的旗子呢,总共有这个 除了帅以外呢,有双炮,马,兵 好,那我们除了观察旗子以外呢,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位置 好,那红帮这个炮呢 好,有瞄准这个王 好,那这个炮呢,他没有瞄准到这个王 他是在我们俗称的乐道这一条线 好,所以将来呢,这两个炮要这个发挥到作用 尤其是这个炮的话呢 好,想必他可能要中间江 或者是呢,将来王出来了以后呢 有机会呢,让这个炮能够瞄准到他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红帮还有一只马 好,那还有一只兵 好,那这一步旗,好,那这个旗呢,好,我们用这个比较直觉的这个解说呢 好,红帮呢,他现在能够将的呢,除了冰冲下去将 好,或者是呢,冰吃死将 好,这两步 好,可以做将军 好,但是呢,如果冰吃死将呢,好,这个旗呢,走花掉了 好,那红帮呢,这个没有后续的手段 好,因为这个像呢,还看到这个炮 好,所以呢,我们要得想这个 比较顺利啊,比较看起来符合直觉的找法 好,那第一步旗呢,红帮应该是 好,冰先冲下去将 好,那这样子呢,红帮的炮 跟红帮的冰 两个同时将军 好,那同时将军呢,一般来说 好,能够解的话呢,只能依靠 好,黑帮的王自己 好,出来,好,把冰吃掉 好,那接下来呢,依照这个旗行 好,这个王呢,已经被这个红帮这个炮呢 所瞄准了 好,那红帮这个马呢,也可以跳到禁区来 好,因为本来有四手者 好,但是借着这个炮 好,形成了一个马后炮 好,那马后炮呢 好,那黑帮呢,刚好只有这一只马 好,来做抵挡 好,那接下来呢,后面呢 可以算是比较 呃,水到渠成的 好,因为这个炮还没发挥到作用 好,那红帮这边 那边呢,我们直线上面来说 好,直线上已经有产生了威胁 好,但是呢,横线上还没产生威胁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 红帮这个马再跳一僵 好,这样子的情况是双僵 好,又是双僵的时候呢 基本上黑帮只能 依靠这个移动自己的王来解僵 好,那这个时候呢 红帮这个马呢,再跳进去 好,形成了我们 这个很符合局名 好,叫做侧马路程 好,这个马跳一僵呢 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炮架 好,那这个炮呢 好,就直接瞄准这个王 好,那同时呢 黑帮这个王不能吃马 好,因为后面有这个炮 好,这样子呢 好,就结束了 短短的四步 好,但是呢 相当的短巧精悍 好,我们再看一次 好,第一步 好,把这个 很重要,很贵重的这个将门兵给送掉 好,为了就是要跳这个马 好,那这只马呢 一路跳进去 好,一路跳进去呢 以后呢,就获胜了 好,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讲下一局 好,感觉呢 今天的这几局呢 好,节奏呢 可以比较明快一点 好,比较符合我们这个 这个寻找杀局路线的一个直觉 好,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一些杀局 好,那这一局呢 好,叫做祸不单行 好,那这一局为什么会叫祸不单行呢 我们先来看看红帮的这个指令 好,红帮呢 有狙马 炮 兵 好,那同时呢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排局里面呢 红帮的这个帅呢 他是没有 这个被阻给遮蔽住的 好,那换句话说呢 他来中路呢 好,是有一个王剑王的机会 也就是说这个 红帅呢 是可以起到牵制的作用 好,那这一步棋呢 好,红帮呢 他有两个将 好,现在看起来有两个将 好,但是呢 这个马跳下去给这个马吃呢 看起来就不符合我们的这个直觉 好,所以呢 红帮第一步棋呢 好,借由这个挂脚将 好,以及红帮的这个帅 好的,牵制呢 让黑帮这个四不能吃马 好,那黑帮呢 只能歪王 好,只能歪王 好,接下来呢 好,因为呢 跟上一局一样 好,这样子的一个相对位置呢 我们可以制造一个 好,马后炮 好,马后炮的杀法 好,那当然也可以改变手顺 好,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G呢 下去将这个手顺也是可以的 好,那红帮呢 好,红帮呢 我们牵用马后炮一将 好,那这个时候呢 黑帮的王呢 好,因为被马牵制住 他不能进来 好,这个点被控制住 好,所以黑帮呢 只能 好,平足遮挡 好,就是说 马跟炮中间呢 被插入了一个竹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起来 好,好像仪式呢 好像没有这个 进攻的路线的时候呢 好,其实呢 红帮这个G呢 还可以再下来将 好,大胆的弃G 好,这个呢 就是所谓 对黑帮来说 他是祸不单行 好,解决了马后炮呢 又来了一只G 好,那这一只G一将呢 黑帮不能上网 好,因为这边呢 还有一个兵在虎视眈眈的 好,那这样子呢 自然不能上网 好,所以红帮G一将呢 他只能吃 好,只能吃了以后呢 我们一看 好,这个G呢 好,他起到了一个叫做 我们这个 好,我所称为叫做 尹的作用 好,我们气质呢 常常是为了要发挥尹的作用 好,那尹开来什么呢 尹开来这个四 好,那尹开了这个四以后呢 好,红帮的帅呢 就已经亮出来了 好,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 好,红帮呢 这个马在一跳一将 好,形成了一个双将 好,形成一个双将呢 好,这个马将 好,炮将 好,那黑帮呢 这个王呢 也不能进来 好,因为红帮这个帅 好,就是因为黑帮的四走开了 好,所以红帮这个帅呢 已经占据住这个东路 让黑帮的王呢 就不能进来 好,所以走到这边呢 好,黑帮就倒齐了 好,那黑帮就倒齐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红帮第一步棋呢 好,先跳马 挂脚马 我们俗称挂脚马 好,九弓的这个 好,我们俗称四脚 好,九弓的脚脚呢 好,这边呢 叫做挂脚马 好,那黑帮呢 好,只能歪王 好,只能往往这边歪 好,然后呢 我们可以制造马后炮 好,或者是呢 我们这边可以改变手顺 好,因为这两步棋都下得到 好,那这样一将 好,这样一将呢也可以 好,那黑帮如果爬王 好,或者是四次君呢 好,我们再来一个马后炮 好,这个手顺上的差异而已 好,那这边呢 马后炮一将 好,那黑帮呢 肯定只能电竹 好,那电竹之后呢 我们红帮呢 再发挥一个弃居 好,把这个四个引开的作用 好,那黑帮呢 王也不能上来 好,所以黑帮呢 只能四次君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一个双将 好,双将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走开了 不只是红帮的帅量出来 同时呢 这个马跳一将的时候呢 这个四呢 没有拐到这个马脚 好,所以呢 引离的这个四呢 对红帮 好,制造这个杀局的这个机会呢 好,等于说是提高了非常的多 好,就是把这个四呢 这个障碍给扫除了 好,那这样子呢 黑帮就倒齐了 好,这两局呢 都算是蛮节奏明快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 还可以多看 好,几局 好,我们来看看时间上呢 我们可以多讲几局 好,下一局好 下一局呢 算是一个蛮经典的杀法 好,那这一局呢 局名叫做入血取虎 好,入血取虎 这个在这个 我们如果说是象棋的教学 编排讲义的时候呢 这个杀法可以算是蛮经典的 好,那首先呢 红帮呢 好,的这个旗子呢 有狙 马 炮 好,换句话说呢 这个杀法是一个狙马炮的联合杀法 好,我们这个大子呢 就是狙马炮 那这一局呢 红帮有狙 有马 也有炮 好,那这个杀法的多样性呢 好,可以说非常的多元 好,这个狙马炮的杀法非常的繁多 好,但是呢 他往往会用这个 马后炮呢 来制胜 好,所以必要的时候甚至会弃狙 好,那这一局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一局呢 我们在构思上面呢 好,如果我们再发挥一些想象力的话 好,如果 好,如果 如果我们把红帮这个狙 好,我们把红帮这只狙拿起来的话呢 好,反而这一局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因为拿起来了以后呢 红帮只要走两步就赢了 好,走那两步呢 好,第一步棋呢,就是红炮呢 这个炮打狙 好,炮打狙呢 一将 好,那一将了之后呢 因为红帅在中间 好,那黑帮的王不能进来 所以他只能退市 好,黑帮呢 就只能退市 好,那退市了之后呢 好,红帮呢 这个 红帮这个马呢 顺势呢 这个一跳 好,红马的顺势一跳 好,就形成了一个炮在这边 好,马在这边 好,形成了一个马后炮 简简单单单就赢了 好,所以简单来说呢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如果 我们想象 如果没有这个狙 反而非常的简单 好,那这一局呢 因为有这只狙的存在 好,所以呢 这个炮呢 没有办法打狙 没有办法 暂时没有办法放到这个位置 也就没有办法呢 和这个马呢 互相配合 形成一个马后炮的杀法 好,那这 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思维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多余的指力 即使是自己的棋子 好,我们说这个下棋呢 是要懂得这个取舍 好,那这个狙呢 好,我们似乎是不想要它的 好,希望能够呢 不影响其他棋子的位置的情况下 这只狙就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 往这个方向走呢 红帮应该怎么办 好,那红帮呢 第一步棋 好,正着呢 好,就是狙将 好,那这个炮将呢 就没有琴了 这个撑的是什么的 好,那这个呢 鹿子就走弯了 好,所以第一步棋呢 正着红帮就狙将 好,那黑帮呢 不能吃啊 因为后面有王 好,所以他上来 好,那黑帮的 这样的位置改变了 好,那狙呢 也跑,跑离开 离开了他的原位 好,但是我们并不想要这只狙 也不需要这个王呢 好,移动了他的位置 好,所以这一步棋呢 非常非常关键 好,我们这个 各位观众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怎么样呢 让这只狙消失 好,那同时呢 黑帮的王呢 又回到我们一开始 好,回到一开始的位置 也就是在一楼 好,这边一楼的情况 好,那怎么样回复呢 好,那在这边 答案揭晓 红帮呢 这个时候呢 只要把这个狙一将 好,一将 好,那这个呢 好,这样子的气质呢 又是发挥到 把对方的 其实引过来的效果 好,那黑帮的王呢 只能被引回 原来的一楼 好,而且同时呢 红帮刚刚狙一将呢 好,第一步棋狙将 好,狙将的目的呢 是要给这个炮给让路 好,所以呢 我们下棋的时候 有的时候 棋子呢 也是要亮开来 好,给后方这个棋子呢 可以让他呢 好好大展身手 好,那这个时候 红帮再把自己的狙给除掉了 好,这只狙呢 是无谓的 好,但是呢 把黑帮的王呢 再引回来 好,然后最后呢 我们终于好,跟一开始相比 好,这是第二回合 好,那这样子相比 好,红帮呢 好,从这边 好,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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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红帮呢 这个狙呢 非常的巧妙 也体现出来狙马炮的这个联合杀法 的一种经典的这个技巧 好,就是必要的时候呢 红帮弃狙呢 可以完成这个马后炮杀 好,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红帮呢 第一步狙将 好,爬起来 那狙将 好,退王 好,那红帮呢 好,这个狙除掉以后呢 后面呢 一样是这个刮手低落 水到取成 马后炮 一将 好,再一将 好,这一局呢 又结束了 好,那我们是不是再来看最后一期 这个今天呢 再讲一题呢 好,这一题的难度呢 比前面三题 稍微难一点 好,稍微难一点 主要是呢 红帮呢 有狙双马兵 好,那这个所有旗子 狙马炮的大子呢 威力很强 好,象征的他很好用 好,但是呢 大子里面呢 马是最困难的 因为呢 他的马 他的跳的这个步伐呢 有很多的选择 好,所以临场呢 要选对这个马要怎么跳 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好,所以我们有人说呢 高手通常都蛮会用马的 好,实际上呢 高手对每一个旗子的这个用法呢 都可以说是用的淋漓尽致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局 好,那这一局呢 困难 比前面三局呢 困难许多 主要就是路线比较多 好,那第一步呢 好,其实呢 好,我们依照直觉呢 好,第一步如果冰将呢 好,他这个四一撑起来 好,这边多了一个逃生门 好,反而呢 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 好,所以第一步骑呢 冰是要这样一将 好,这个是一个序曲 好,那黑帮呢 好,因为红帮的帅在中间 好,所以黑帮只能 好,指定步只能用王出来 吃 好,吃了之后呢 红帮 好,我们这个杀局里面 常常会使用到气质的技巧 好,但是每个气质的功能呢 都有一些些不同 好,那这一局呢 气质呢 是主要还是一样 好,发挥到这个引离的 把这个旗子引开的这个作用 那红帮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现在先跳一个 好,这个钓鱼马江呢 好,如果你跳一个钓鱼马江 好,那黑帮 好,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好,黑帮怎么样走 不会死呢 好,黑帮呢 好,他王可以进来 好,黑帮的王呢 刚好可以进来 好,算是有惊无险吧 好,那这样子呢 红帮要继续将呢 只能马江 好,那黑帮呢 王又歪出来 好,那这样子 好,那红帮还有没有什么路线 好,因为呢 黑帮这个钓呢 好,守住了 你将来可以跳到这个卧槽马 好,红帮这个钓呢 守住了 他不要让红帮这个马呢 转到这边来 跳到卧槽 或者是呢 也不要让你呢 好,跳到这边来 好,将到二楼的钓 好,所以这两个点呢 都被黑帮这个钓给守住了 所以看起来呢 虽然红帮现在是三指归边 好,但是还有没有什么后续的手段呢 好,目前看起来 好,我看是没有 好,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好,那这一局呢 这样子 好,而且就算有呢 也算是有点脱泥带水 好,我们来看看 红帮这个时候如果将 好,这个时候如果将 好,那黑帮呢 好,刚好他不能进来 好,因为他这样进来呢 红帮这个硬将 好,硬将以后呢 利用后面的帅 好,他把资料以后呢 这个红帮拘将就赢了 好,那或者是我们来看看 黑帮如果爬王 好,如果爬王的话呢 好,红帮他有没有什么手段 好,红帮还剩一个拘将 好,还剩一个马将 好,那红帮狙将呢 他王爬起来 看起来招式就用完了 好,招式就用完了 好,那如果他用马将 好,马将的话呢 黑帮可以退王 好,那红帮呢 这个狙一将 好,红帮狙一将呢 他进来 好,还是有惊无险 因为黑帮呢 又守住这个卧槽 好,所以我们稍微回过头来看 好,这个琴呢 有点违背直觉的感觉 好,就是说我们呢 送完逼了以后呢 感觉好像可以用这个马 好,用三指贵边去将 好,那但是呢 好,走一走呢 黑帮好像看起来是有惊无险的 好,没有什么事情 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在前面的路子上面 是不是有选错了 好,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更简单的 即便你这样一下可以赢 那会不会有更简洁的方式呢 好,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仔细一看 好,红帮呢 其实呢 钓钓鱼马 好,这个马呢 如果你拿来用的是 好,这只马 那你如果拿来用这边 好,那 好,你选了这个点呢 看起来路子就走偏了 好,但是呢 如果你选到 你有机会 好,跳到这个点 好,配合这只马呢 好,的话呢 这个路线呢 反而是正确的 好,什么意思呢 好,我们再来点一次 红方呢 好,如果呢 你黑方的王 好,偏在外面 好,或者说中线已经被 红帅占领的话 那你红马只要分别在这两个点 好,这样子的话呢 黑方的一楼 二楼 三楼 全部都被这两只马给控制住了 好,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思考 好,所以 这个时候 好,第二步起呢 非常的关键 好,第二步起呢 不是跳钓鱼马 好,跳钓鱼马呢 会花掉 好,那这个时候呢 红帮呢 应该简单的呢 好,七个狙 好,那七狙之后呢 黑方王是不能进来的 好,因为黑方王一进来 红帮简单的握草马 一将 好,就死翘翘了 好,所以呢 黑方呢 只能撑四 好,那撑四之后呢 好,问题突然就变得 豁然开朗 好,因为红帮这个帅 已经控制住这条线 好,变成黑将的活动空间非常的小 黑将呢 只剩这两个点 好,那这两个点呢 我们去对应到的呢 就是红帮呢 可以控制住这个点的呢 那马呢 可以放在这边 好,控制住这个点的呢 马呢 可以放在这边 好,所以一切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 好,那红帮下一步起呢 就马 跳一将 好,那黑方王不能 这个回到中间 好,所以他只能上来 好,然后这个点呢 红马这边还有一个将 好,我们俗称这个 双马如剪刀 好,那两只马配合呢 而且呢 两只马各管各的这个 可以控制的位置 好,那这样子呢 黑帮的王呢 就变成无路可逃 好,那所以这一局呢 主要是在构思 好,有的时候杀局它的困难 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走偏 好,违反了我们的直觉 好,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 这个岔路的时候呢 多去做一些计算跟思考 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好,第一步起呢 冰江 好,冰江的目的呢 是逼黑帮的王探出头来 好,那探出头来以后呢 红帮这个居在江 好,居在江呢 有两个目的 好,第一个目的是引 好 好,第一个目的是引 好,引什么呢 好,引黑帮的是走开 好,那这样的红帮的帅呢 就堂而皇之的呢 控制住动路 好,第二个目的是亮 好,什么亮呢 也就是呢 红帮原来居在这个位置呢 挡住了自己的马 好,使得呢 黑帮 红帮呢 这个马是跳不到这边来的 好,跳不到这边来 好,那你居亮开了以后呢 红马就可以跳到这边来 好,所以这个居呢 一气呢 有两个用 好,一个呢 引开的是 一个呢 红马呢 因为居走开了 他可以跳到这边来 一将 好,那黑帮呢 王爬起来 好,那红帮再一将 好,这样子就获胜了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 好,短短的时间呢 好,一口气 好,讲了这个四局 好,讲了四局 好,从这个策马路程 好,再讲到这个 货不单行 好,那再讲到这个 算是蛮经典的 陆穴取虎 好,以及这个 很巧妙的双马 好,这个狙跟兵呢 最后都不用了 好,为了让双马呢 好,让双马发挥到 他的作用 好,双路亏鱼 好,这一局叫做双路亏鱼 这双路指的 就是这两只马 好,那这四局呢 好,短短心悍 好,但是呢 很值得接见 好,希望呢 大家,各位旗友呢 看了以后呢 有收获 好,谢谢大家